恭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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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到底是张雪友 庆功宴 还是黄子娇结婚呢 到底谁才是主角 张雪友29日 终于结束了 一连六场 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出 庆功宴接受主持 黄子娇访问时 他也透露自己开演唱会的心情 我今天在台上其实讲了 其实有一些 挺复杂的 台北就是小巨蛋这里 很多 无论他是 我们在台湾的观众 或许有一些是来自外地 他们来到这里 在小巨蛋的时候 都会有 特别的 投入的感觉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在这边的感动也特别多 反正今天其实我已经经历了 除了分享自己的心情外 也要恭喜歌神张雪友 破纪录啦 他也承诺大家 自己一定会经历做到 最后一刻 想到纪录呢 在此我们也要来一个 迟来恭喜 因为在4月1号的时候 干嘛 157啊 你的场次啊 对啊 快要接近我的身高 还要配女衣服一样子 恭喜你嘛 这个是我自己一个 因为做得很开心的演唱会 它跟从前有一点不一样 其实从前很多演唱会的东西 已经是来自我自己的想法 可是这次是几乎所有东西 都是按照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你在做的时候是一个完全融入在整个演唱会的内容 然后这次反应其实真的很好 所以其实很安慰 那我就 我就信命 能做到什么时候 做到什么时候 坚持下去 真的是我自己最爱做的事情 我希望 可以坚持到底部 最后他期许自己能成为更好的人 真的是要逼死其他艺人啦 小的时候就 希望自己做一个 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做一个好的人 然后这个好其实是从各方面的 希望自己每一样东西都会好一点 像现在是在表演上面而已 那我希望自己可以表演好一点而已 这跟其他人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后纯粹是一个个人的喜好 自虐的事业 自虐的过程 OK 刚刚现在我一直不懂 再说一次 什么意思 就是所谓更好的人是什么意思 是更好的表演者 还是更好的父亲 还是更好的 所有都希望好一点 那你现在哪里还不够好 你告诉我 没有一个够好的 太客气了啦 没有没有 真的 真的吗 歌设是在台诚希腊 说用我们永远爱你